当工作影响到健康时 你应该怎么选择呢 刚出社会年轻人 有着用不完的经历 和远大的抱负 定是不懂得适当休息 可能在功成名就之前 就让自己先住进了医院 年代match台 最新八点档大戏 向阳而生剧终 女主角熊顿 怀抱着梦想 来到大城市打拼 却因为长时间的加班 饮食不正常 让病菌有了 长驱植入的机会 直到累坏身体 才明白健康是 最付不起的代价 多少钱都买不回 而这次的教训 也让她开始 用心关怀父母的身体状况 最新八点档大戏 讲述女主角为了存钱 不仅拼命接案赚奖金 加班成为常态 甚至还会夜宿办公室 下班加油站 绝配 加班达人老板最爱啊 但无止尽工作 造成生活作息问乱 女主角的身体状况 也亮起红灯 我查了一个晚上 我还是没查出来 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样的病 一心想在异乡拼出头 为公司卖竿的结果 却是换来异常的检查报告 忽略了人一生最重要的本钱 就是健康 你想想是不是有些生活习惯 或者饮食习惯 比如熬夜 烟酒 长期吃外卖 长期服药等习惯 深刻体悟到有健康才有一切 地球离开谁都能转 人要是离开健康 就真的转不动了 从今天开始我要带着你们 每天早上出来晨练 你问医生了吗 你就晨练 早睡早起强身健铁 也因为这场大病 女主角终于了解 除了照顾好自己 也要关怀父母 了解家人的身体状况 因为一家人健健康康 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